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渡是两个主权国家或法律管辖之间根据条约各自将对方所通缉的犯罪嫌疑人或逃犯送打给对方的一个法律行为 据说最早的引渡条约是公元前13世纪埃及法老和赫梯君主之间签订的 美国是联邦国家宪法规定了各州之间的引渡义务 美国和英属加拿大也在18世纪就签订了引渡条约 美国和独立的加拿大联邦是在1971年签署了引渡条约 1976年3月生效 作为国际法规范各国基本上都承认了如下几个主要引渡原则 第一被要求引渡的逃犯或通缉犯被指控的犯罪是两国都予以惩罚的行为 这既是共诚犯罪dual criminality原则 如果一方国家所通缉的犯罪嫌疑人被指控的罪名在另一方国家不构成犯罪就不可以引渡 第二不可引渡政治犯即因为国籍种族肤色宗教和政治观点的不同而被通缉的人不可引渡 第三引渡必须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 第四被要求引渡的人在被请求国家已经审判或正在审判程序的不在引渡范围 实际上今天的引渡条约已经是国内法的一部分 各国都通过立法确定自己的引渡法律原则 如加拿大的引渡法规定如果被引渡人有可能判处死刑的不可引渡 中国2000年制定的引渡法和世界各国通行的引渡原则基本相同 只是在引渡程序上规定的比较笼统和不足 比如没有明确规定引渡听审 根据引渡法被请求国的执法机关可以对被请求国家要求逮捕的人采取强制措施 中国引渡法第30条规定对于外国正式提出引渡请求前 因紧急情况申请对将被请求引渡的人采取羁押措施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外国的申请采取引渡拘留措施 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引渡法共有18条并附加有30条可引渡的犯罪 该条约第一条规定 任何人如果犯条约付款规定的罪行并且所判刑法在每家两国都超过一年的都应到根据请求国的要求送达给请求国 美加引渡条约附件第27条规定 通过邮件或其他通信手段来实施一个欺骗计划或欺骗公众或获取财产的犯罪嫌疑人属于引渡对象 这个条款基本上是美国法典第18卷1341和1343的复印版本 美加条约因为具体规定了可引渡的犯罪条款 所以引渡法中的共诚犯罪在法律上予以确定了 孟晚舟被指控电信欺诈属于引渡条约规定的第27条范围 美国的电信欺诈可最高判刑达30年 加拿大的类似犯罪的刑罚也超过一年 所以在法律上孟晚舟属于引渡范围 条约义务必须履行 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加拿大政府临时扣押华为的财务总监孟晚舟 是履行美加引渡条约义务的表现 3.加拿大的引渡程序 加拿大在1999年完善了其引渡法 程序相当复杂 一般来说引渡程序包括关押和假释 引渡的司法听审司法部长对被决定引渡的人 做最后的审核和递送被引渡人等几个程序 严格的说假释程序不是引渡听审的一部分 假释程序基本是按照刑事法律规则来进行的 美国和加拿大在刑事保释上都采取了基本相同的规则 即被告被释放后对社会产生危害的可能性 Danger to society和有无逃跑的可能性 Fly to risk 两国政府对非法移民的关押和保释 也是同样的标准 假释考虑的因素很多 其中主要考虑的因素是所指控的犯罪的性质 暴力犯罪的嫌犯肯定难于保释 被告人的犯罪历史 以及工作和家庭的纽带 从目前进行的保释听审来看 孟晚舟有对她保释很不利的因素存在 比如她不是加拿大常住居民 在加拿大没有家庭纽带 她本人有七本护照 她从2017年后就开始规避美国的刑事追溯 这些因素都指向她有逃跑的可能性 在孟的案子上 保金的多少不应当是考虑到因素 但是一旦决定保释 那么保金的数额也是巨大的 但是这些不利因素对于仁慈的加拿大人来说 都可以克服 在美加的司法实践中 除非是暴力或其他严重犯罪 法官都会在设置严格的保释条件的基础上 批准被告人的保释 这是英美法的人道传统 所以孟晚舟的保释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引渡的司法听审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简单来说 首先请求引渡的国家在孟案中及美国政府 必须在60天内向加拿大国际合作组提出正式引渡要求 美方要提出证据 加拿大国际合作组在30天内向司法部长提出是否要举行司法听审 司法部长有自由裁定权 但是因为条约约束性 司法部长的自由裁量权只有限定在条约和加拿大引渡法规定的限制条款之内 比如被引渡的要求是不是有政治迫害因素 有无死刑可能等等 一般情况下 司法部长会启动引渡的司法听审 司法听审不是刑事审判 被要求引渡人不可以传唤证人和提供证据 听审的证据原则不采纳超越合理怀疑的刑事法律标准 而是初步证据标准 即证据能够指向当事人有可能犯罪即可 听审法官只是审核美方的证据 看看其证据是否支持引渡的要求 司法听审后 法官可以决定放人或可引渡的决定 法官的决定还可以被上诉 如果当事人被决定可引渡 案子再回到司法部长进入教人的程序 Sir Ander 司法部长可以做出是否教人的自由裁量权 加拿大的引渡法规定了司法部长应当考虑的因素 其中一条就是司法部长要得到引渡国家 在梦案中 及美方的担保保证被引渡的人 不会受到引渡请求之外的法律控告 并为此被关押和判刑 不管怎么说 这个引渡程序是漫长的 2018年12月10日纽约 再续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逐渐显现出经典法西斯政权特征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11日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谈到今年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中国人权事件 恐怕新疆在教育营莫属 为了让千万中国穆斯林听从国家政策 他们中的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被关进了 在教育营 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 杨建利周一表示 透过新疆局势可以发现 过去一年中 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已经成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 中国现在已经表现出来经典法西斯政权的所有特征 一个政党控制一切 一个伟大领袖 对外进行军事扩张 并制造外部敌人 同时煽动强烈的民族主义 这是公民力量 创办人杨建利 在第十三届族群青年领袖 严席迎开幕前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所说的话 他表示 中国特色法西斯主义在历史基础之上 还展现了一些独特之处 在高调回归共产主义理念的同时 社会却被权贵资本主义垄断 借用英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的代表作《1984》 杨建利还把中国比作《1984》是数字极权主义 全面监控公民社会的一举一动 十多年来 公民力量创办的族群青年领袖严席迎 邀请了千余名年轻汉人 藏人 维吾尔人 基督徒 法轮功学员等各界人士 通过交流互动和专题训练 增进彼此间的了解 学习人权运动的基础构架 杨建利说 近40名青年代表将参加本届研习会 但他表示 今年邀请大陆代表困难很大 他们不是出不来 就是担心回国后会面临危险 出于对预会者安全的考虑 他不便透露具体人员名单 严席迎开幕式的一大亮点 是年度公民力量奖的颁奖仪式 今年的三位获奖人中 有一人无法到场领奖 他就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 在六四事件中 鲍同遭撤职并在北京被捕 三年后 他因泄露国家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七年 自从获释那天起 鲍同一直被软禁 尽管如此 他仍坚持以公民的身份为建设民主中国发声 杨建立说 鲍同先生一如既往的热忱 是对中国是良心的诠释 他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极大的激励和启发了我们 他不但是中国历史变革狂潮的见证人 也是一心向善的斗士 由于鲍同本人无法到场领奖 组织者邀请了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学者闫家琪代为领奖 闫家琪对本台记者坦言 他因腿脚不变 近年来很少出席公众活动 但他对闫习莹给予高度评价 表示这样的活动体现了联邦中国的精神 也就是在保障国家统一的基础上 保障各民族的自主性 与会嘉宾不约而同谈到了本届 研习会开幕时间的特殊性 周一是联合国大会 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70年 也是08宪章发布10周年 上周三标志着民主强运动40周年 北京市名为今生 当年倡导的第五个现代化及民主的理念 今天仍未实现 同时明年是六四事件的30周年 无疑会在全球掀起 又一番舆论波澜 除了暴同之外 新疆在教育营 幸存者维吾尔母亲米纳 兰托斯人权 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克里纳 兰托斯 斯维特也获得了本年度公民力量奖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国会 民主党议员吉姆 麦格文直言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正与人权渐行渐远 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在习近平领导下 中国的人权记录正在恶化 更直白的说 简直糟透了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最好的方式 就是再次保证 尽我们所能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捍卫人权 麦格文在今年4月提出了入葬护会法案 要求中国政府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的去西藏 进行报道和旅行 就像中国人可以自由的在美国旅行一样 目前这项法案已经通过了众议院 本届研习会为期两天 并将讨论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 国际倡导 美国立法程序等议题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国因经济疲软重采燃煤发电 雾霾带零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11日 德国之声整理报道 访华行程的最后一天 德国总统师太英迈尔在北京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晤 环保组织声称 鉴于经济不景气 中国开始重新重视煤炭发电 造成环境污染 德国总统师太英迈尔对中国为期六天的访问行程仍在继续 周一 师太英迈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 虽然加强双边关系是师太英迈尔此行的重点 但人权也是无法绕过的几手话题 柏林出版的每日进报发自北京的报道写道 师太英迈尔同习近平举行会谈的这一天适逢国际人权日 虽然这纯属巧合 但却使这次中美贸易战不断激化大背景下的会晤 更为引人关注 习近平在会谈开始之际极强调 他将努力使德中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 让德中合作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师太英迈尔强调 他本次中国之行是为了展示对中国发展成就的敬意 他说任何人都不应低估中国使千百万人口摆脱贫困 使这些人通过就业获得收入的这一成就 师太英迈尔还表示 尽管德中双方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的官僚障碍 但双边经济和文化关系已经非常紧密 据称在两位领导人的不公开对话中 师太英迈尔也谈及了人权问题 以及中国对待异议人士以及少数民族的问题 上周每年一度的中德人权对话 在西藏首府拉萨举行 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科夫勒代表德国方面参加了对话活动 《每日进报》接着写道 德国联邦政府人权事务专员科夫勒也出席了本次会晤 他坐在师太英迈尔身边正对习近平的位置 会谈开始前 科夫勒曾表示 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变得更为糟糕 他说 无论是信仰自由出版和集会自由 以及西藏和新疆的状况都令人担忧 科夫勒说 在新疆有大约50万至100万维吾尔族穆斯林 曾经或仍被关押在所谓的在教育营内 中国摄影史卢广数周前到新疆后一直下落不明 其妻子也无法获得任何有关丈夫的信息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确实有目共睹 但环境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其中就包括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 中国官方通讯社报道称 上周末共有79座大中城市发出空气质量警报 其中5座城市是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 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提为中国重走煤炭之路的文章称 由于经济疲软 中国放松了在环保方面的努力 文章写道 中国政府显然并不担心 不断恶化的空气质量会引发民众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大量新建煤炭发电厂的举措 非政府组织和科学家们发现 中国正在重新启用煤炭能源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民间组织烟幕9月底声称 他们通过卫星图片在中国发现了数量惊人的煤电厂 并预计中国煤电总量将提升四分之一 新建煤电厂的发电量将达260几瓦 相当于全美国煤电厂发电总量 文章写道 虽然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仍远远低于欧美水平 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 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仍占全球四分之一 因此一旦中国继续扩大煤电产量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将继续攀升 文章最后写道 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出现疲软迹象 股市自年初以来下跌20%的时刻 政府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选择刺激经济发展 而忽略环境保护了 摘编自其他媒体的内容 不代表德国之声的立场或观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世界人权日 中国为营救孟晚舟狂量人权见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8年12月11日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 世界人权日 人权两字出现平平 中国为营救华为副总裁孟晚舟 使用了人权 指责加拿大对他不人道 更有意思的是 世界人权日 中宣部部长黄坤明要求 对那些在国际上攻击 抹黑中国人权状况的言论 要敢于发声亮剑 在黄部长看来 中国是人权大国 这70年 中国开辟了中国道路 创造了人间奇迹 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上 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他说中国 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 更加健全 民主形势更加丰富 他还说中国 推进了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 此话一出 有网名受不了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 中宣部什么都敢宣 人权这事 咱们就小声点 现在说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 你忘了自个那年跨境绑架肖建华 两年半都不见影子 孟晚舟还在要求假释呢 肖建华死活无人知 你到铜锣湾去绑人 还说香港一国两制好 人权好 人权好 王全璋律师至今不知道那了 的确 北京召见加拿大 驻北京大使抗议时 说加拿大拘捕孟晚舟于法不顾 于理不合 于情不容 句句说的都是人道 官媒则一口同声抨击加拿大 粗暴对待孟晚舟 给当事人戴上手铐上了脚料 粗暴践踏其基本人权 且不说 北京指责加拿大侵犯人权 孟晚舟正享受着充分的辩护权力 时事评论员陈破空 时日发表中共开口谈人权 底气何在 一文 质疑 中共给多少无罪的 或扣以莫须有罪名的中国公民 戴上手铐 脚料 无端把中国公民 作为重刑犯人对待 粗暴践踏其基本人权 侮辱其人格尊严 这样的事情 在中国 发生在每一年 每一月 每一天 而绝不是某一天 或某一人 滕彪律师感叹 今天是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 2008年 我写了人权 从理念到制度 纪念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 发在中国国内出版的先锋国家历史杂志 2009年后 我的名字基本无法出现在任何国内媒体上了 2008年 可能是中国的一个标志年 那一年 刘晓波等人起草发表了08宪章 那一年 刘晓波被关入监狱 观察家公认 习近平时代 人权状况更糟 抓到大批大批的律师身上了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临死都在囚禁 不得出国医疗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如何在安卓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安卓手机或平板电脑的Play Store 在最上方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边的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桌面上 回到手机桌面 找到明镜之声的图标 点击并进入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四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热门排行和机场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最右边的击赏一栏您可以选择不同的打赏金额来支持明镜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在苹果iOS系统下下载并使用明镜之声APP 首先进入您手机的App Store 也就是苹果应用商店 在搜索栏输入明镜之声汉语拼音或者中文 之后您就会看到明镜之声APP的图标 点击图标右上角的云状下载标志 软件就会自动下载到您的手机桌面上 您可以选择下载之后 立即点击Open 打开明镜之声APP 进入明镜之声APP后 您会看到在最上面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广播、随选播放和热门排行 广播一栏是正在实时播出的明镜节目 随选播放一栏是明镜节目的列表 点击随选清单右边的倒三角形 您会看到明镜所有栏目的名称 选择你想收听的栏目 比如明镜的英文新闻News Always On 您就可以专门收听一个栏目的节目 热门排行一栏是明镜24小时 三天到一周时间内最受欢迎的节目 在这一栏您可以找到明镜观众最关注的节目 明镜之声APP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连接到明镜的YouTube频道观看视频 具体方法是 点击明镜之声APP左上角的目录标志 会出现一个菜单 在菜单的最后一行是订阅明镜选项 明镜之声APP会自动连接到明镜活拍的视频主页 在这里您就可以收看到明镜活拍的所有节目 下载明镜之声APP 随时随地了解全球大事 您的随身收音机